现在大概最近两番私讯可以播出来 有二十三集会播出来 虽然不完全理想 这是我让他做的 不完全理想 但是慢慢的改进 希望将来再有第二次 第三次的版 越来越做越好 这个愚精一愚造神机 现在有八级 还可以能多做 像正面的东西 历史故事 伦迪道德英国报应 这个好啊 就非常好 那么中国古迹 跟佛经里面这些材料太多太多 取之不尽 只要大家留意 利用这些很多的素材 好好地来编写好的剧本 用这个方法 尤其发展到宽品电视 这是成本低 效果殊胜 应当向这个目标努力去做 这是一桩好事情 难得政府再提到 政府也意识到 这个对于害人 太太太严重 所以是一桩好事情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 现在这个社会问题严重 就是 没有能力到的 不孝福 不尽尊长 没有爱心 贪婪 只有一个目标 就要向前看 除了钱之外 其他都不顾 不择手段 长得了 太可怕了 所以我前天讲经提到了 世间人争取五欲六成 意味着有路 五欲六成这落地都有真苦 你这个不择手段 你一来世就到三土地狱去了 真苦啊 你现在能够忍受一点 能够随缘不追求物质生苦 你活得很快乐啊 人家看到好像是苦一点 这个苦里头有真落啊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 我们看到真是苦啊 树下一休日中一失 真苦啊 其是 他就都有真落 他那个落 决定超过做过往 五欲六成之落 如果不超过的时候 他为什么干这个事情 啊 这是我们一般人呢 想不到 不知道了 他就有真落 啊 所以这个孔子言回 你看能于里面 去而实习之不欲欲 那是真落 那是真落 我说你能够 你能够